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启全新人生 卢台长也被尊称为活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现在卢台长所创立的心灵法门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 弘法足迹遍及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 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全世界 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军红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还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弘扬佛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富盛名的西耶纳大学任命卢台长为荣誉客座教授 卢台长还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拿督终身荣誉爵位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今年五月 在美国宽容博物馆 卢台长获得颁发文化和平杰出贡献奖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 并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 使中华文化与佛法走向世界 继欧洲以及新西兰法会圆满成功举办之后 卢君洪台长心系墨尔本有缘众生 风尘仆仆再次历临墨尔本 与大家结缘 共沾伐喜 共募佛光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 也特别感恩来自墨尔本 以及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我们下期节目 感恩大慈大悲 救口救難的 觀世音菩薩 隆天護法 各位嘉賓 各位義工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佛友和莫本的朋友們 大家好 慈悲心無限 感恩心無量 喜捨心無邊 一個學佛人每天要活在感恩當中 可以去除很多的煩惱 我們可以去除很多的恨心 因為現在人的恨念特別的重 每一天都活在一種回憶和憎恨心當中 會讓你得到很多的糾結和內心的不平 所以每天擁有著慈悲心 看到別人的苦難 可以自己知足常樂 謝謝 時時刻刻擁有一種喜捨心 你會活得非常的乏喜 能開心的人就是想得通的人 一個能捨的人一定會得 這就是我們經常講的 只要捨你一定會得 這叫捨得 所以每天想不通的人 越越有煩惱 這就是當今世界 有三億四千萬人的憂鬱症 全世界每年有一百萬人 因為憂鬱症而自殺 德國飛機師只有二十八歲 他有憂鬱症 他想不通就帶著一飛機的人撞向了山崖 所以每一天的新聞都是這一些 包括父親砍死自己的媳婦 兒子蒙死自己的母親 這些都是想不通造成的 所以人一想不通 人的智慧就會沒有 我們人必須要想通 要知道人的一生 來也空空去也空空 我們到人間來 連個名字都沒有 我們不知道來幹什麼的 就這麼來到了這個世界上 所以每一天的得失和擁有的失去的無常 伴隨著我們 我們一生忙過來忙過去 一生得到的都是暫時的 而且最後就是空 你的房子再大 你最多也就是住百分之三十 還有百分之七十 那是空置的 你的汽車再好 你的功能最多用百分之三十 還有百分之七十 那是沒有用的 你一生賺的錢 百分之三十是自己用 還有百分之七十是留給別人用的 所以人的一生都是在痛苦和回憶 和不斷地在給自己壓力當中生活和生存 有一個母親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則消息沒有 兒子不孝順 這個媽媽情願把她急需的二十一萬 放到了棺材裡 一起燒掉 你們大家看到過這個新聞沒有 所以要想開想明白 我們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人間如果每天不生病 心情好 不吵鬧 吃得下 睡得著 平安就是福啊 阿拉伯 阿拉伯王子 活到三十三歲 他什麼都有 就是沒有命 他無福去享受 非常的可惜 而我們哪怕什麼都沒有 我們有命 這就是福啊 佛法 佛法為什麼要學 因為佛法是人類內心的科學 它是人類的精髓 佛法是推動世界和平的一個良方 家和萬事心 佛法正是用人間的大愛放下自身的小愛 人間需要很多的菩薩相互幫助 需要很多的善良人與好人啊 需要像菩薩一樣為眾生無私奉獻的人 所以學佛人要做一個有益於國家的人 有益於自己家庭的人 內修純潔 外修安靜 一輩子要利益眾生 這樣才能實踐人類精神的淨土化呀 我們在煩惱的時候 要經常想一想 這個煩惱一個月之後可能就沒有了 我們年輕時候很多的煩惱 現在已經想不起來了 要經常想一想 這個煩惱不是事實 只是暫時的 煩惱會變成無有 在煩惱的時候要想到 人生如夢啊 就像我們做夢一樣 其實台長告訴大家 人的一生啊 就猶如射上天空的一個弓箭一樣 它沒有終結的 到了一定的地方 它就會掉下來 所以我們一生空盲 想一想 中無所得 所以我們想一想 我們的父母親為我們一輩子 最後 什麼都沒有得到 離開我們 我們也是這樣 在人間 什麼都得不到 最後又離開了 我們的親人 所以希望大家 學國人 無欲無求 心自保 正信正念 求佛道 在美國 十九世紀 在英國倫敦 誕生了一個不幸的男孩 他出生一年之後 爸爸媽媽離婚了 他跟了母親 沒幾年 他的媽媽在他六歲的時候 精神失常 被收入了精神病院 他也被收入了孤兒院 他從小在英國當過藥店的學徒工 旅館的服務生 飯店的伙計 書店的伙計 玻璃廠的林工 和印刷廠的學徒 他的童年 保藏著所有一個正常孩子 沒有受過的這種快樂 他沒有快樂 但他後來 他發現了苦難的方法 他掌握了笑的秘密和訣竅 於是 他就把他的笑拍成了電影 他的每一部影片 卿在世界上擁有三億的觀眾 他征服了觀眾 征服了世界 他就是查理查布林 佐別林 佛法界認為 因和果 雙方在一定的條件下 會向反方向發展 所以當你在痛苦的時候 苦難 挫折 長受在人間的不幸的時候 只要你堅強 只要你想到還有希望 你就會變得慢慢的樂觀的活著 就像很多人 就像很多人沒有得到的時候 他拼命的努力 一旦得到了 他反而會哭一樣 所以我們要學佛法 知足常樂 我們現在受的苦 我們現在受的苦就是在宵夜上 媽媽為孩子受了多少的苦難 但是現在 現在母親身體不好 或者條件不好 孩子都會來照顧我們自己的母親 這就是西方人和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不一樣 前幾天我還和一個西方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佛友講起這件事情 西方人年紀大了 把你們送到Nothing Home 養老院 在裏邊養老院的人是三等人 是等吃等睡等死 他們沒有看到自己的親人 他們沒有家庭式的溫暖 而我們華人一般的都是聚集在自己的家裡 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我們有孩子來照顧我們 和那些拿薪水的Nurse 那是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們晚年得到的是一個親情般的溫暖 而他們得到的只是一個象征性的家庭 所以台長希望大家要懂得 你現在所付出的一切 晚年會得到一些回報 所以對別人好就是對自己好 我們雖然晚年靠不到我們所有的親人 但是我們學伯人只要大家聚在一起 晚年都會相互幫助相互的照顧 這就是我們的大家庭 為什麼要捨去小愛 對別人付出真愛 這就是你的貴人 所以一個人現在就能對別人好 他就是有智慧 一個人現在就能對眾生付出愛 這個人一定會得到眾生的愛 他永遠不會孤獨 他永遠不會變老啊 我們在人間什麼時候能知足呢 我們剛來的時候說 我們只要有一輛小小的車就可以了 哪怕再小的車也是自己的 慢慢的欲望膨脹 我們需要大車 我們需要好車名車 來的時候住著兩方一聽 覺得很滿意了 現在不滿意 我們要住海邊 我們要住house 這一切都是你的欲望 所以的很多人在這裡打兩份工三份工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要有更大的房子 所以一輩子再還貸款啊 所以欲望越多 人越煩惱 少追求 少忌恨 敬力而為 就是隨緣 我們人經常辦錯誤 在於這是我們是人啊 因為我們人有劣根性 首先是忌妒 然後是稱恨 還有最大的就是貪呢 我們要懂得學會 在煩惱的人生當中 要讓自己的心和身體都要健康 要學會無為而為 那就是說要沒有目的的去幫助別人 別人一定會給你回報 當你有目的的去幫助別人 別人看得穿 他不會對你有真心的回報 所以我們要學會做聖人 只要自己在生活和人間的苦難當中 你不低下頭 你不彎下腰 別人是不可能騎在你的脖子上 和騎在你的身上的 在沙漠當中行走的駱駝 他眼睛看見的是沙漠 但是他心中想的是那塊綠洲啊 所以要看到光明和前途 要想到我們今天的苦難 身體不好 只是今天 因為我們還擁有明天 還有擁有後天 所以我們做人 你可以沒有太高尚的情操 但是做人不能無恥 我們可以不偉大 但是我們不能卑鄙啊 所以對一個人來說 心靈的美遠遠勝過你外表的美啊 同甘的人不一定是朋友 同苦的人心靈可能更容易相通 所以大家都活在一個世界上 都在享受著一些人間的不報 也在享受著人間很多的苦難 希望大家好好的幫助 相互幫助 相互愛護 那就是同甘共苦 希望大家多多的明白這些道理 人傷我痛是佛的精髓 懂得知足常樂 才能在這個社會上活得安逸 這就是佛教的妙法人生啊 有一次老和尚要外出去見朋友 他呢就把他非常心愛的一盆蘭花呢 一盆花呢托付給小和尚 請他幫忙照看 小和尚知道 老和尚一直非常呵護用心的照看的 這盆蘭花 他看見蘭花 那盆蘭花 讓小和尚看 趕回來一看 因為那盆蘭花 因為那畢竟是老和尚最心愛的蘭花呀 老和尚淡蘭一笑 老和尚淡一笑說道 我養蘭花不是為了生氣的 簡單的一句話 道出了一種豁達的人生態度 我們工作在這個世界上 不是為了受氣而去工作的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不是為了生氣來到這個世界上 我們用心付出的東西 一旦的不法挽回 我們不要去怨什麼 也不要去後悔什麼 只要懂得擁有的時候 好好地珍惜 失去的時候坦然處之 無愧於自己的心就好了 很多人學博之後 看很多事情不順眼 經常去生氣 記住了 學博不是為了生氣而來學博的 我們做人 很多人都知道 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不完美的事情 但是不完美的事情 我們要用完美的心態 來把它改變 在這個世界上 有一個非常非常著名的 我們說大家都知道 功夫大王李小龍 他的功夫十分的了得呀 大家都知道 他打拳打得好 腳踢得非常的好 但是沒有人知道 李小龍本來是有先天性的缺陷 他的缺陷是什麽呢 大家知道 因為李小龍從小是近視眼 所以中國的功夫 歷來講究的眼觀六路 耳聽八方 眼睛不好為煉舞的大忌 所以李小龍曾經 李小龍曾經十分坦誠地告訴記者說 因為我從小就是近視眼 所以我從永春泉學起 因為他最適合貼身格鬥 還有李小龍的兩個腿不一樣長 他的右腳比左腳短了五個厘米啊 不少五厘米啊 但是正因為如此 李小龍的左腿專門踢遠的 而且踢高的 如狂風掃落葉一樣 近身的時候 他的腿連續像發泡一樣 兩個腳的不一致 使他擺出的格鬥的姿勢 特別的優美 成為武術的流派的典型 人間做事情 成功與否 並不是一向情願的 我們人在世界上做事 有時候靠自己的努力 不一定能成功 有的人努力了一輩子 也不成功 我們說了 狀眼有幾十萬人去考 不是每人都能做狀眼 但是如果你有機會了 你不去努力 那你與狀元也無分 內因和外因是共同成為一個效果的 一個人努力 不用 沒有機會 不會成功 一個人有機會 不努力 他也不會成功 所以內因要盡力去努力 外因要發掘出自己的對外的所有的條件 所以外因是通過內因起變化的 學博人要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慈悲心 不悲觀不消沉 從辱不驚 便不利未有利 一善且百哉 我們要在艱苦的人生當中 廣結善緣 對別人要比對自己好 這樣你會讓眾生對你更好 會創造出菩薩的人生境界 有一位外國總統 他問了一位活了104歲的老媽媽 他問老媽媽 你的長壽秘訣是什麼 這個老媽媽回答說 一是要幽默 二是要學會感謝 從25歲結婚起 他每天說的最多的兩個字 就是謝謝 他感謝自己的丈夫 感謝父母親 感謝兒女 感謝鄰居 他感謝大自然給予他的種種關懷和體貼 他感謝每一個祥和溫暖和快樂的日子 別人每對他說一句話 他為他做一件平凡的小事 一張問候的笑臉 他都忘不了說一聲謝謝 80年過去 這位老媽媽 就是在謝謝兩個字 快樂成長 在謝謝兩個字當中 生命長久 有一位老師患癌症死了 她在臨死之前 留給人世間的最後一句話 是謝謝 她謝謝日夜照顧她的親人 她謝謝盡心為她治療的大夫和護士 她謝謝前來看望她的親人和學生 有的人在臨死之前 帶走的是我恨啊 我恨這個世界 我恨所有的對我不好的人 他們為什麼欺負我 為什麼折磨我 帶著恨死去的人 她不會有一個幸福感 有一位山區的農民 為了感謝收留她失走的 失散的孩子 並把她送上回家汽車的好心人 她竟在一座小縣城裡 挨家挨戶的找了幾千家 她只是為了當面向那位好心人 說一聲謝謝 一個蝦女盲女 看不見的女孩子 在媽媽生日的時候 送給了她一份禮物 那是一點一滴 扎在生日賀卡上的盲文 媽媽看不懂 請別人給她解釋 沒想到那段盲文 竟讓她淚流滿面 那段盲文說 媽媽謝謝你把我養大 雖然你沒給我眼睛 但謝謝你給了我生命 雖然我看不見你 但我能感受到你善良的心 我永遠愛你 你的女兒 學博人的心態 謝謝就是感恩啊 感恩是一種境界呀 只有懂得感恩的人 才不會生氣呀 一個不肯感恩別人的人 他永遠是覺得別人不好 他心裡會產生恨 只有感受到別人的溫暖 你一生才會過得幸福啊 想一想很多小夫妻吵架 就是忘記了對方曾經給你的愛 只看見眼前他做錯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懂得多想別人的優點 去除別人身上的缺點 要變得更慈悲更善良 我們懂得了感恩 我們才看到了慈悲 我們天天活在恨的當中 我們不會常有感恩心啊 很多爸爸媽媽從小把我們養大 最後來到了澳洲 還要幫我們領孩子 最後孩子還嫌爸爸媽媽很討厭很麻煩 就是忘記了爸爸媽媽 怎麼小時候把我們養大的 想一想要學會感恩 這就是佛法的精髓之意呀 同樣的人 是學佛人和不學佛人的心態就不一樣 有一個學佛人 他出門前聽了天氣預報 說今天會下雨 他就帶了一把傘 但一出門天氣晴朗 一點雨都不下 他沒有抱怨心中感恩 今天菩薩讓我們陽光明曼 賜給我們這麼好的天氣 他一天非常的乏喜開心啊 一個不學佛的人 心態不好的人 他聽了天氣預報 今天要下雨 他帶了一把傘 一出門天氣這麼好 他就心裡不開心 真倒霉 帶一把傘這麼重 一天 這不是我傻子一樣嗎 這種爛天氣預報 我以後真的不要相信他們了 想一想 同樣一件事情 好的心態 會得到好的善報 惡的心態 會給自己帶來傷害啊 台長經常跟大家 在節目當中回答問題 有一天就是前不久 台長看出 一位女士血液不好 血凝度很高 血液 血壓不穩 然後台長還看過她 背部的骨頭斷裂過 是小時候 遇車 急刹車把它弄斷 然後 聽眾 馬上都承認 我想 在這裡 請大家聽一下 錄音 謝謝大家 我想問78年 數馬的 你的 問她的健康 血液不好 血凝度很高 血壓也不是太穩定 對對對 腸胃有一點沾連 很虛弱 經常吃東西就酸痛 對對對 沒錯 而且老覺得吃下去就不消化 她背後很痛 她講她背後 我告訴你 她在她的背這個地方 這個骨頭 這個骨頭 有一點鬆 就是像人家斷裂過一樣 她過去有 應該有一次坐人家的汽車 人家一個急刹車 對啊 台長 沒錯她小時候 太厲害了 我告訴你 小時候有一個急刹車 一下子把她的背弄斷了 對 她講她差一點沒命啊 對啦 就是那一次 根本沒有治好 所以 一直到現在 卵組織一直損傷 哦 明白了明白了 感恩感恩 謝謝 所以 有兩個水桶 一起掉在井口 其中一支 對另外一支水桶說 我覺得自己這支桶 真的沒有意思 剛剛裝滿了 馬上又被倒空了 另一支水桶就說 我倒不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們空空的來 裝得滿滿的去 所以當一個人 有境遇的時候 同樣的環境 有人會覺得很幸福 有人會覺得很不幸 所謂的幸與不幸 實際上 只是人的 對這個事物的看法 不一樣 所以 很多事情就是這樣 我曾經說過 有一個人買了一雙 非常好的鞋子 坐火車 高速火車 他放在了火車的窗戶上 這個時候呢 拿出來看 邊上有一輛火車 正好呼嚣而過 這個時候 把他的一支 名牌的鞋子 吸走了 邊上的人一看 哎 鞋飛走了 他 想都沒想 然後馬上把另外一支鞋 直接 扔到了 這個火車外面去 別人問他 你鞋子掉了一支 你為什麼還把另一支扔了 他說 一支鞋對我來講 沒有什麼用 如果人家捡到了 還能穿上一雙呢 所以 這種人 就是為別人在想的人 我們在學佛的道路上 要記住 莎士比亞 曾經講過的話 千萬 不可評論 你不知道的事情 否則 你可能 會用生命的代價 來補償你這個過失 不了解佛法 不要妄加評論 不了解任何法門 都不要去說 別人的法門不好 不了解任何人 不要去說別人 指責他人 他們的不好行為 好好地從自己身上 找毛病 你就會獲得成功 很多人的一生 就是指責別人 所以他就活在痛苦當中 台長教你們一個方法 經常想一想是自己做錯 你就不會難過 經常想到是別人對不起你 你就會活在痛苦之中 所以我們做人要善業大過惡業 很多人說為什麼我會倒霉 因為他的惡大過善 所以他才會倒霉 如果一個人他做善事70% 而惡事只有10%到20% 他這個人就會有善吧 如果一個人做的惡事太多了 百分之七十八十 雖然他也幫助別人 也在做好事 但是他一定會有惡報 所以台長告訴大家 要讓善業的種子先成熟 也就是說做人先把善的 好好地保存在心中 你才能轉運氣 我們仍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 讓善業不斷地充實著自己的心靈 我們想控制自己的惡業 不讓它生出 我們就必須控制好自己的欲望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欲望 我們不會去爭和別人搶啊 有時候我們無法控制好自己外在的環境變化 但我們可以控制好自己的生口意啊 我們的身體不做壞事 嘴巴不講對別人不好的話 意念不去想對別人不好的事 這樣你就會慢慢地心理平靜 心理安靜 所以在佛法界講 叫去除命著 煩惱著 見著 覺著 眾生著 這個著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告訴大家 我今天這個著就是不開悟啊 我今天命想不通 所有很多人說我一定要發財 你天天就去買六盒財 你也發不了財的 有一個佛友說 盧台長我很想有錢 你教我念哪個經可以順利的發財嗎 我跟他說念經發財 因為是你前世的不是你今世的 這個時候呢他就說 那你教我一個順利的經文吧 我就教他念準題神奏 他就去買彩票 買了彩票天天在家裡刮的時候 就念準題神奏 想發財呢 實際上這種財不是你今天能發到的 因為它是你命中有的 煩惱無明實際上都是你找來的 你看見了你就會煩 不看見你不會煩惱的 想一想很多人怎麼會煩惱的 就是因為他看不慣啊 對不對啊 所以人要清靜 我不要看你就沒有煩惱 我曾經告訴過你們 我在廣播裡做現場直播 有一個老伯伯打進電話 補台長 我看不慣我的兒子啊 我的兒子很討厭啊 我說老伯伯他怎麼對你不好 沒有 我看不慣他的頭髮 他的頭髮兩邊50%撇開 像一個當年日本人的時候的漢奸 我跟他說老伯伯 你千萬不要這麼看 現在這個頭非常時髦 叫德華頭 劉德華流的 所以年紀大的人 你不看不煩惱 越看越煩惱 台長想一想 你們前幾天吧 上個月有一個叫萬聖節 對不對啊 你們看看一個好好好看的小孩子 很可愛的孩子 臉上畫得像個鬼一樣 你們說好看嗎 很多人不要看 看了就要罵 看了就不開心 看鬼誰要看呢 對不對啊 好 萬聖節 西方人叫聖 實際上 因為鬼會變 鬼會走 鬼有悟通 他會在這個時間到人間來 所以很多人 在這個節日 把臉畫得像鬼一樣 回家拔高燒 有的還死掉 你們可以查查新聞 全部都有的 所以一個好好的臉 為什麼要畫得像鬼一樣呢 所以我說啊 千萬記住了 我們在澳大利亞 萬聖節 你們不要讓自己的孩子 去臉畫得像個鬼一樣 回到家就招惹靈性 你們又得念小房子呢 有一個人做了一個夢 他這個夢呢 夢到他來到了一間二層樓的房子 到第一層的時候呢 他發現一張長長的桌子 桌旁呢都坐滿了人 桌子上呢擺滿了豐盛的美味佳肴 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吃得到 因為大家的手臂啊 受到了一種魔法的詛咒 大家的手全部是直的 不能彎 所以大家 就是加到菜 也不能送到嘴巴裡來 所以個個都是愁眉苦臉 這個人覺得很奇怪 他聽到樓上在嘻嘻哈哈吃飯的聲音 很快樂 他就好奇地跑到樓上一看 也有一群人 他們的手也不能彎的 但是他們都吃得心高采烈 這時候他才發現 原來所有的人的手臂 雖然不能升職 但是因為他們對面的人 給對面的人都在夾著菜 他們彼此的相互照顾 夾菜和餵食 結果大家吃得非常的盡興 這個夢告訴我們 我們沒有一個人 活在這個世界上 可以不依靠別人而獨立生活的 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一個 需要相互扶持的社會 學博人要伸出有益的手 你會發現原來你的周圍 有這麼多的好朋友 在你的生命的道路上 我們更需要度更多的有緣眾生 讓善良的心靈到處開花 在人間才會有更多的 美好世界的顯現 今天你們來到了這裡 都是別人讓你們來的 你們想一想 多少人是為你們好 讓你們能夠想通想明白 學到佛法 那些人就是美好的心靈 希望大家一定要有感恩心 一定要活在世界上 覺得有很多的好人 你的心情才會好起來 很多人在這個社會上 就是覺得有太多的惡人 所以他才會悲善的沮喪 想不通才會自殺 希望我們一定要好好地學佛 去救度更多的有緣眾生 有一家牙膏廠 產品優良包裝精美 非常受到顧客的喜愛 營業額十年都是超標的 增長率在百分之十到二十 到了第十一年 業績停滞不前 每年增長率在下降 這個時候公司經理召開了 高級會議商討對策 會議當中公司的總裁就說了一句話 如果誰能想出一個辦法 讓公司的業績增長 中獎十萬元 這是真的事情 有位年輕的經理站起來 遞給總裁一張紙條 總裁看完之後 當場簽了一張十萬元的支票 給了這位經理 你們一定會問 他想出什麼好點子了 那張紙條上寫著 將現在牙膏的開口 這口擴大一毫米 消費者每天早上 擠出的同樣長度的牙膏 開口擴大了一毫米 每個消費者就多用了 一毫米寬的牙膏 每天的消費量 將會多出多少呢 公司立即更改包裝 第14年營業額增加了32% 這是一個商業的故事 但是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面對生活中的苦樂變化 我們不能用過去的思維方法 所以很多人 為什麼看見孩子的成長 老看不慣 因為孩子現在生活的年代 和他們的那個背景都 文化背景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改變一些思維的方法 把我們的心態 擴大一毫米到十毫米 你就會看到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它都是有積極的一面的 其實這個社會 只要有苦和難 就充滿著挑戰和機遇 這個例子 就是讓我們懂得 學博人 在無償的社會當中 我們要學會心態好 開闊胸懷 包容 心胸越大 人生的受益越多 最重要的是改變 人給別人留一條路 就是給自己留一個空間 給別人留一個空間 就是給自己留一條後路 很多婚姻的失敗 就是因為吵架的時候 實在不能忍耐 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 所以才會造成了婚姻的破裂 希望大家改變自己 不管人生發生了何種的磨難和苦難 我們退一步海闊天空 學佛人要懂得 要懂得善行 我們有時候心中不乾淨 我們雖然還在念經 但是你只是進入了一個進修的過程 因為我們經常講 人雖坐著在進修 但是你的心在散亂 所以你很難修到一種 超脫自我的境界 就有如一個燈 一個油燈的燈灶破碎了 火還沒有熄滅 事情已經發生了 相當於在人間 你的婚姻已經有問題 或者你的工作 你的錢財 其實發生了之後 但我們人想不通啊 一直糾結在這裡邊 這時候人的貪念 會產生恨念 雜念 在你心中 有如病毒一樣 會讓你的心 慢慢變得 越來越難過 越難過 越想不通 越想不通 會越難過 越難過 會更想不通 就有如火沒有熄滅 燈雖然燈灶破了 很多人離婚了 就算了 不要再去糾結那些事情 但是他心中的怒火 還會進入他的思維當中 這樣你還能修成佛嗎 台長告訴大家 有人跟人之間都是相通的 你不幫助別人 一個家裡 只要一個人生病 全家就受難 舉個 一個預言故事 有一隻老鼠 牠呢 在牆上一個洞 看見主人啊 這個農夫啊 和他的妻子啊 正在擺弄一個 捕鼠器 就是一個抓老鼠的機器 這個老鼠一看 要抓牠了 牠很著急啊 牠沒有辦法 牠急忙跑到農夫的院子裡 發布警報 牠跟農夫院子裡的 這個院子裡的有雞 還有豬 還有牛 牠就跟這些動物講 哎呀 牠放了一個捕鼠器 要抓我了 你們大家幫幫忙啊 結果那些豬 雞牛呢 理都不理他 覺得不是他們的事情 當天晚上 有一條毒蛇游進來 被捕鼠器夾住了 農夫的妻子 一聽到聲音 趕過來觀看 不小心被毒蛇咬傷了 這個農夫為了給 住進醫院的妻子 補身體 把雞殺了 鄰居和朋友 聽說此事 紛紛輪流到醫院 到家裡去照看這個 他的妻子 為了款待鄰居們的熱情 農夫又把豬殺了 後來農夫的妻子 毒死毒發不治身亡 很多人前來參加葬禮 於是農夫又把他的牛殺了 一個小小的捕鼠器 境內的豬牛和雞 全部失去了生命 這個小小的典故說明佛法認為 任何事物都有其他事物 與這面密切的聯繫 想一想對不對 一個 一個 我們上次到新加坡去 新加坡去 那個馬來西亞的山火 結果讓新加坡的天空烏雲密布 全部都是煙哪 都要戴口罩 不是說你沒有事了 別人就沒有事 你有事了 別人也會有事 整個世界 它是一個普遍聯繫的有機整體 所以學博人認為 你不關心別人 你會傷害自己 自私的人得不到別人的幫助 關心別人幫助眾生 你是慈悲 只管自己 你一定自己也會被自己害死 有一個母親 從來不關心自己的孩子 傷風打噴嚏 隨她去 最後這個孩子病毒性的感冒 讓全家人一起感冒 所以菩提心就是 慈悲一切有緣眾生 不但要懂得自己的苦 更要懂得度別人 讓別人也要去除煩惱 我們要救無量無邊的眾生 所以佛法界講 四無量心 就是佛道無上誓願成 法門無量誓願學 所以今天我們能夠學佛 那就是開悟 那就是我們開始擁有了慈悲心 當一個人擁有慈悲心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我們不恨別人了 我們就沒有煩惱 人沒有道德就不會學佛 所以要想有道德 一定要斷煩惱 就要有原成佛理啊 台長 在上個禮拜 一位聽眾打進電話來說 台長給他看圖騰 說他頭頂臉上都是業障 像炸藥包一樣 說炸就炸 他以前臉上紅腫癢 頭頂一年四季都有農包 結果他念了820張小房子之後呢 他夢見台長穿著白大褸 給他看病 他很lucky 最後呢 觀世音菩薩給他抽黃水 早上起來一看 皮膚變白變好了 現在農包全部都好了 請大家聽一下這個錄音 謝謝大家 師父你好 你好 感恩觀世音菩薩 師父你知道嗎 我的臉以前你跟我看過 看過那個圖騰了 說我臉上跟頭頂上都是有 孽障嗎 對 你說像個炸藥包一樣 說炸就炸 現在已經好了師父啊 你看看 你看看 我那個念了820張小房子之後 好了 哎呦 恭喜你啊 現在頭頂上都是農包 一年四季都有農包的 哎呦 所以人家被人家罵啊 你這個人壞的頭上流農 我以前真的很壞的師父 我不是很壞的 啊 所以還好你現在宵夜了呀 你不宵夜 頭上繼續流農 你告訴我 哎呦 師父你知道嗎 我那個念小房子的時候 又 師父你經常來哦 是吧 你經常來加持我 我得了念念經睡著了 課通機睡著了 師父你來了呀 穿著板大塊衣服 就是醫生啊 給你看病啊 給我修剪這個像一個球哦 嘿嘿的 你用剪刀 嘎嘎嘎嘎嘎嘎的剪哦 哎呦 後來就是念完之後 一個星期之後嘛 就是觀世音菩薩來了呀 嗯 我夢到觀世音菩薩了 觀世音菩薩很忙很忙的 嗯 再給那個重病 重症病人看病 然後就是那個 他們好像這個關節啊 兩個關節黑黑的 把它換下來了 啊 菩薩給他換下來了 嗯 我就站在旁邊 菩薩跟我說 哎呦你的那個 婦科沒問題 他說啊 但是你要打一針 他說 後來那個菩薩呢 拿出一個很大的針筒 但是上面沒有針的 很大的 就在我這個右手 右手臂上面哦 吐出了很多很多的黃水哦 這就濃頭呀 哎呦真的 後來我早上起來一看 哎呦我的皮膚怎麼用 那麼白那麼好啦 呵呵呵 好好努力啊 師父 我一定好好修行 好好度人 做觀世音菩薩的天所欠 感恩觀世音菩薩 感恩師父 謝謝 台長 啊 要告訴大家 我們 不但要吃到自己的苦 我們更要 啊 度自己 我們也要想到 我們周圍的 親戚朋友 他們也很苦 現在想一想 哪位親戚朋友 家裡沒有事情 所以 菩提心 就要度人 度人 自己先不能有煩惱 如果你自己很煩惱 你度不了別人 所以很多人去跟人家講的時候 就說 哎呀 你要學佛呀 你看看 哎呀 學佛多開心啊 你想一想看 人家怎麼會跟你學佛 就像很多人去推銷產品 說呀 你要瘦啊 要減肥啊 你看吃了這個 一定會減肥的 他自己胖的那個樣 誰會相信啊 台長 講一個笑話給大家聽聽 很好玩的 說有一個人呢 我講笑話都有目的的 講完了再把道理講給大家聽 說有一個人 他們呢 兩個人呢 他們到銀行裡去匯款 他們的車呢 就臨時呢 怕找車位就停在門口 停在路邊 他為了怕交警啊 來罰款 就把朋友呢 留下來看車 他自己呢 他進去呢 想快一點去匯款 他就跟那個 在車上等的那個朋友說 如果有交警過來 你馬上過來 快點告訴我一聲 那個朋友說 好 結果呢 進了銀行 沒幾分鐘 果然 交警來了 那個朋友 風風火火的 砰 推進門 闖到銀行裡邊 大聲吼道 大哥 警察來了 快走啊 結果 銀行大廳 瞬間 鴉雀無聲 然後 所有的人 都往銀行大門 往外逃 這時候 他被五六個保安 安倒在地板上 冤枉了 這個故事說明 我們人做任何事情 不要讓別人造成誤會 我們要講清楚 學伯人 度人 一定要給人家講清楚 因為現在在澳大利亞 在很多地方 有很多的人都在度人 很多人不知道 什麼好 什麼不好 一律地說 哎呀 我不要聽 我不要聽 你們這個佛法 我們搞不清楚的 就像有一個人 我過去曾經講過一個故事 這個人是養雞的 養雞的 他這個農場裡養雞的 人家去度他了 西方教 人家去度他的 那些西方教 度他的時候 他跟人家說 你不要來度我 我不相信 我曾經上過你們當 你們這些人都是假的 你們這種信宗教都是假的 我不相信 結果呢 那個 那個度他的那個 那個牧師啊 他就說了一句話 好好好 我不度你 我要買你一個雞可以吧 好啊 買雞可以啊 你挑一個吧 好 他挑挑挑挑了一個 馬上要死快的 溫雞 他就說我買這個雞 結果 這個農場主就說 哎 這麼多好的昂首挺胸的雞 你不買 你為什麼就買這個 快要死的雞啊 啊 你告訴我呀 結果 這個牧師就告訴他說 我們這麼好的 宗教信宗教的人 這麼好的人你不看 你偶然看見一個不好的人 你就說我們整個的宗教不好 那我要把你這隻雞放在我家門口 告訴所有的人說 我在你這裡買的這個雞 所以 人不能 以偏代權啊 就像不急吵架一樣 你罵老婆的時候 你把老婆所有好的地方 全部抹殺了 你講老公不好的時候 把你老公辛辛苦苦 對你這麼好 老公沒有功勞還有苦勞 沒有苦勞他還有疲勞啊 那對不對啊 為什麼 要看到人家缺點 不能看到人家優點 所以 要讓人 離苦得樂 你必須要用心去幫助別人 真心去幫助別人 去讓別人 擺脫無常 那就是正法 讓別人能夠想通想明白 那你就是智慧 其實 生活的秘密 就是當一個人 在人生的孤獨 快樂 快樂 痛苦 和憂傷 成功 擁有 要懂得 這一切 都會 隨著時間 慢慢的失去 當一切 都丟完了 失去 結束了 你的一生 也就完了 所以 開悟 就是明白 我們為什麼 還放不下 我們為什麼 還要為 一點點的 不值得的痛苦 去憂傷呢 有多少人 為了一句話 可以氣得半死 為什麼 不能放下 感情 最後 讓自己 變得 這麼的孤獨呢 為什麼 讓自己 暫時的擁有 感覺到 那是 永久的擁有呢 很多人 在買第一輛車的時候 買第一個 房子的時候 每一個瓷磚 都是插牙 每一點點髒 都要跟人家發脾氣 最後 房子 又賣掉 又換了 所以 人要懂得 人間的一切快樂 和成功 和失敗 都會 隨著崩而過 一切不可得 這才是 不輪迴的因啊 所以 要 簡點自己 不要讓 人間的 任何喜怒哀樂 來控制我們 放下一切 隨緣 這就是智慧 在2015年 10月14號 就是前一個多月 墨爾本的北部 發生了一個 嚴重的公路暴力事件 一位男子 在發生車禍後 跟別人引起口角爭鬥 最後被人家刺傷而死亡 據記者報道 有可能是搶車道所致 想一想 現在的人氣量小到什麼程度 被人家搶一個車道 都要安一下喇叭 心裡都要難受半天 要么在車裡嘴巴裡就亂開罵 搶一個小小的車道 一個人的命就死亡了 所以 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氣 不要讓脾氣來控制我們自己 記住了 爭鬥一定會痛苦 所以 哪怕爭一條道 都可能會出人命 所以 不爭不搶 不鬥 那就是平安 天天能夠活著平安 那就是福氣啊 我們人有欲望 要學會克制 要學會克制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 五霸 五個霸王 楚莊王 他就是一個能主動割絕 欲望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有一次 紫胚請楚莊王赴宴 他爽快地答應了 紫胚在京台將宴會準備就緒 可就是沒有看見楚莊王的到來 第二天 紫胚拜見楚莊王 詢問沒有赴宴的原因 楚莊王對他說了 我聽說 你在京台擺下盛宴 京台這個地方啊 向南可以看見廖山 腳下正對的芳黃之水 左面是長江 右面是淮河 到了那裡 人會快樂的忘記了死的痛苦 像我這樣得心淺薄的人 難以承受如此的快樂 我怕自己會沉迷於此流連王版 耽誤治理國家的大事 所以我改變初衷 決定不來赴宴了 楚莊王不去赴宴 是為了克制自己享樂的欲望 所以楚莊王能注意自己的欲望 和欲望保持一定的距離 而我們現在的人 連一點酒都不能克制 所以為什麼經常會有人醉酒駕車 被罰款 甚至被抓到監獄裡去 人要學會克制自己的欲望 所以楚莊王就是有這點精神 他登基之後三年不明 一名精人 三年不飛 一飛衝天 他成為一個治國有方的君王 所以古代經王 凡成大事的人 他都有克制的能力 我們不能被自己 一點點的欲望牽著鼻子走 如果你不能主宰自己的欲望 你就會成為他的奴隶 很多人為了錢 什麼都願意做 就是成了錢的奴隶 很多人為了感情 他什麼都願意做 他成了感情的奴隶 所以我們經常說 菩薩你正覺為習慣 也就是說菩薩做什麼事情 出來都是很正的 他不會邪的 而我們人呢 卻以懷疑 忌妒 煩惱為習慣 想一想是不是這樣 剛剛到一個新的辦公室去上班 先一看邊上的人 懷疑有誰會看不順眼我 誰會對我不好 接下來馬上 呵呵這個人你看 長得比我好看一點 有什麼了不起的 忌妒 再過一天 一看別人都不理他了 煩惱就開始了 他因為習慣了 一回到家 首先就懷疑 老公有沒有在家裡啊 有沒有 其他人打電話到我們家裡來 整天把自己整得很煩惱 人煩惱是自己找來的 得失心放不下 想要不痛苦都不可能啊 台長再說最後一個笑話 告訴大家 說的是有一個男同事 他們都是在一個辦公室的 有男同事有女同事 因為上班的時候 有的人中午沒休息 他們就趴在寫字台上睡覺 昨天他說有一個男同事外出 這男同事呢走得很著急 把個手機啊 忘了放在辦公室桌子上 這個時候呢 這個男同事的老婆啊 打電話來了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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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那麼正在辦公室五歲的那個女同事呢 被吵得煩得不得了 開始呢不想接電話 一直打 吵得不得了 他拿過手機就 衝著電話裡大叫 我們正在睡覺 你煩不煩啊 結果那位男同事到現在還沒來上班 第二天聽說他在醫院骨傷科看病 你說人自己把煩惱不是自己找來的嗎 人生間的生氣完全自己可以控制的 因為我們不明白道理 我們才會生氣 現代人為什麼會生氣 因為主觀 因為執著 因為不聽別人勸 所以造成了生活中的很多誤解 是非天天有 不聽自然無 對與不對 是非的原則 是要將心比心 去設身處地的為別人想一想 只有放下我心 才能得知他心 記住了 學伯人真正的智慧 是把煩惱弄通 是把煩惱解脫 那才會擁有 菩薩真正的智慧 謝謝大家 台長 台長 待會呢 有一個佛友發言之後呢 台長馬上上來呢 給大家看圖騰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是衝著台長圖騰來的 因為很多人想知道自己過世的爸爸媽媽在哪裡 自己身上的病還有癌症啦 還有家裡的孩子啦 各種各樣的情況啦 台長待會留很多時間給你們看圖騰 那麼也是非常感謝我們墨爾本的佛友和朋友們 這麼遠的路來看台長 我也很開心 而且呢 墨爾本有我們東方電台的這個收音機能夠聽到的 所以呢 台長在246都有直線電話 可以回答大家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希望大家好好學佛 我們五分鐘之後再見 謝謝大家 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感謝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 感謝大慈大悲的盧金洪台長